嗨 大家好 中秋節就快到了 那麼今天淑莉七香啪啪購 來到花蓮的瑞穗鄉 因為鼎鼎大名的賀岡文旦 就在花蓮瑞穗 而且我現在來到這農場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背後是滿滿的柚子山 現在工作人員都在選果 而且忙著出貨 沒錯 現在就是文旦的需求 最大宗的時候 在我身邊的就是農場的主人 我們淑慧 淑慧好 今天這賀岡雞蛋有一點 寂寞 因為都沒有觀光客 還好還有我們老主顧 有… 但也希望大家能夠來到我們賀岡 來到我們瑞穗 說實在大家如果收到禮盒 文旦除了吃鮮果之外 還可以做料理 還可以做料理 然後我們今天呈現的是 我們的柚香雞湯 就是我們的雞湯 放一點薑絲 紅棗 菇菇 然後最主要是要放在 我們的柚子果肉 來 你這邊吃吃看 好 你看 鼠外這邊你看 滿滿的 都是柚子的果肉 喝起來 我覺得很清甜 對 因為我們的柚子可以解膩 解膩 事實上來到了瑞穗 除了我們現在是文旦對不對 尤其中秋節過後 秋分之後又有紅柚 大白柚 秋高氣爽的時候 就是要來泡我們瑞穗溫泉 沒錯 瑞穗溫泉該出名 所以旁邊是我們瑞穗溫泉的 榮譽理事長 理事長要跟我們介紹 瑞穗溫泉的最主要有哪幾種泉 瑞穗溫泉有兩種 一種是含甜膜的金黃色的黃金湯 黃金湯 還有另外一種是美人湯 就是無色無味的碳酸清納泉 可是這個黃金湯 為什麼它的顏色會金黃呢 因為裡面含有結根蒙 兩花之後就變得黃色的 對 剛才說要泡掉還是鹹鹹 鹹鹹的去角質 所以它這裡面其實也有一個鈉的成分 所以才能夠去角質 因此我們瑞穗的溫泉季 也快要到了是不是 溫泉季的時間是在10月份的19號 到11月的17號 歡迎大家來吃好幼 泡好湯 睡好眠 多麼棒的生活啊 那當然如果大家要來到花蓮旅遊 或者是秋天來泡湯 天氣好不好就很重要 我們趕緊同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至少現在海面上兩個颱風 一個摩羯颱風已經變成強烈颱風 不過接下來往海南島 因此如果說要去香港 澳門 海南 一定要特別小心它後續帶來的風雨 台灣的部分外圍環流的影響 逐漸減小了 不過今天午後雷震雨範圍過大 我們從雨區預報當中 要特別提醒您 今天中南部 平地跟山區 都會下午後雷震雨 尤其南投 雲嘉南的山區 近山區 都是今天大雷雨的熱區 那麼明後兩天就是週休假期 明天吹南風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會有下午後雷震雨的機會喔 禮拜天的話 受到抵押帶逐漸靠近 那麼因此北部跟東半部 不行就會有一點短暫雨 那麼中南部主要還是以午後降雨為主 因此呢 這個中秋節腳步都快到了喔 歡迎大家追隨著熟利的腳步 讓我們一起來品嘗賀鋼的蚊帶 在秋天秋高氣闖的時候 也來泡我們的瑞水溫泉喔